少东面对着一整墙的大背周 欣赏着凶手的杀人工具 此时的他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可偏偏就在这时 邻居突然来找他帮忙 这个女孩是新搬来的高级技术服务人员 因为要在家24小时工作 所以他把家里都布置成了粉红色 也正是因为他的到来 又打破了大师的风水针 为了不让女孩影响少东 大师只好给女孩布置了一个简易风水针 先度过今晚再说 可这时大师却发现了少东拿回来的凶器 突然冲进来把他一把扔了出去 大师脑袋装到了墙上 当时就撞懵了 杀手抢了凶器就跑 少东不想三八甘休紧跟着追了上去 他开了一辆车想撞死杀手 可偏偏这时撞懵圈的大师也追了出来 杀手在前面拐来拐去 少东在后面紧跟不舍 可绕来绕去 突然一道惊雷劈下来 少东一个没留神 直接把大师给撞飞了 大师再次醒来 已经来到了医院 还是精神科 大师怕自己发芳 赶紧带着少东回到了住处 他把少东关了起来 准备想新的办法帮他改命 而另一边 重新拿回凶器的杀手准备再次作案 这次他盯上了少东的新邻居 女孩比较警惕 感觉不对劲 赶紧报了警 可还是被凶手抓进了屋里 杀手把女孩绑起来 准备慢慢动手 可这时女孩就使手拿了一个水晶棍子 一下插进了杀手的脖子 等警察感到是杀手已经快挂了 可他还在顽强的想行凶 最后被警察直接击毙 另一边 大师终于想到了帮少东改命的办法 他把少东带到医院的停尸房 准备把少东的魂转移到尸体上 等少东的结过去后 再把少东的魂引回来 大师把少东绑起来就开始做法阵 这也不是扯淡吗 少东认为大师是真疯了 就假装配合他演戏 一顿操作过后 大师问少东上身了吗 少东假装点头 但大师一眼就看出来没上 于是他拿出刀子 准备给少东额头开个口 而就在这时 这次少东确实被上身了 但上他身的却是那个杀手 因为就在刚刚 老警察把杀手的尸体送了过来 杀手来了不但不能帮少东改命 反而让少东变得更加凶惨 大师只好带着少东去找杀手的尸体 准备让杀手的魂回去 可这时少东却挣脱逃了出去 大师一个不小心摔到地上 后背的化精神病符也被刘栓腐蚀了 没有了化精神病符 一下他就发疯了 他跑出去一把钻把老警察打晕 抓着少东和老警察来到了他家楼顶 此时的大师仿佛被上身了 一会儿正常一会儿疯癫 他拿着刀让少东杀掉老警察 还说心理变态没良知是上天赐予的 不要浪费 可此时的少东却无比清醒 无论大师怎么劝他他都不动手 少东不动手大师就要自己动手 而这时少东却拦住了大师 他告诉大师你疯了 听到这句话后大师彻底疯了 少东救下了老警察 两人一起把大师抓了起来 影片的最后大师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而少东也彻底消除了心中的杀念